風雨期間醫療人員可以恭喜最辛苦的 除了治療照顧病患 各位治療台劍住醫療上廣州 常常沒人到沒時間好好來照顧自己 這麼多身心民眾就主動上便當來讓醫療人員 18號竟有身心的業者 為家裡迫住上來100個便當 來讓北港媽做便宜 讓醫療人員都感到很大心 風雨期間第一山的醫療人員 工廠量增加不少 常常沒人到沒時間照顧自己 所以有不少民眾就主動來送便當給醫療 28號竟有為北港去 跟他開餐廳的身心業者 對普築上一百的便當 頂來加鄉向北港媽做便宜的醫療人員 美蘭菜子要特別的感謝我的好朋友 蕎木屋家廚料理 我們的老闆跟他的好朋友 可以說是非常用心 因為這區我們的防疫 可以說是非常時間很長 為了這些醫療人員他們都很辛勞 準備了100份我們這個非常精美的便當 要來為了這些第一山的醫療人員 希望他們的愛可以傳達給他們的心意 讓這些醫療人員他們的辛苦能降到最低 其實這幾年來北港媽做便宜 受到不少民眾觀賞的 風險物資以及便當點心 盈鵬表示實在是非常感謝 我想在過去一年來 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一直都很緊張 大家都很辛苦 那尤其是前一陣子五月開始的一些三級警戒之後 其實不管是醫院的同仁 不管是社區的民眾 大家都非常辛苦 那這段時間我們也感受到 我們雲林縣鄉親 對這種醫療的這個投入 我們在這段時間我們收到蠻多人 送我們一些防疫物資 包括面罩包括防護衣 包括一些監測病毒的一些試劑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民以死為天 那剛好今天我們黃美南議員 他也鎪合了社會的一些三星人士 他們送我們的一些便當 那我們這個同仁在這個照顧病人當中 在檢測病人或是在忙於這個採檢 跟打疫苗當中可以感受到大家對這個抗疫的一條心 大家的支持就是依侯林縣堅持下去最大的動立 這些物資真是讓他們吃在嘴裡溫暖在心裡 這不僅僅溫暖我們的胃還有溫暖我們的心 那也成為我們支持下去的一個動力 在我們的忙碌的過程當中也在擔心的就是 因為我們還要再去想辦法想著說 我要去哪裡訂餐等等之類的 甚至有些人會提供給我們一個防疫物資 再來讓我們第一線人員真的是倍感溫馨 真的謝謝大家 這陣子以後人員除了要照顧美歡 要再集完台減 注意風車頂頂的工作 真是辛苦囉 繼續往前採訪報道